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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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晏 那今天要開箱海賊系列 那今天要開箱的主題呢 就在桌上了 我裝這支是POP的紅髮捷克 是我以前就買的 那今天當然不是單純只開這支 POP的紅髮為主 今天我要開它的船員 那大家要知道 風髮海賊團目前算是四皇中 比較神秘的團隊之一 他們基本上都沒有名字 就除了主要的三位 還有一個見習生 四位角色是有名字的 此外他們其他成員都是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整團也只有在頂上戰爭中 出現那麼螢幕 那有名字也不多 就四位而已 所以呢今天我就要開箱它的成員 那沒辦法一次開十支啦 因為它是陸續到 它是工作室出的 那我今天就來開它的副船長 跟兩位成員吧 那我就先來開 這支POP的本貝克曼 這支本貝克曼呢真的是 我對它的印象就是物超所值啦 因為這支其實不貴 我已經忘記預購加多少 因為這支也是很久了 但是現在市價應該來的一千出頭 可是它的配件很多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支物超所值呢 我舉下一個例子 現在最新的POP 回憶系列的兩年前造型的納美 一根天后棒 一個替換手 預購加就要三千元 這一支呢 三個頭雕各一隻手 然後市價也才一千多 預購價當初應該也不貴啦 所以就是年代啦 因為這已經是好幾年前的東西了 已經POP回不去兩千塊左右的價錢 現在動的都是三起跳 連那個最近到的革命軍的東軍 我都還沒開啦 我都到貨了 那支東軍預購價就要四千二 一個標準人型的女角 顧料還這麼少 只是多一面旗子 也要四千二 唉 那我們就來看吧 這支本貝克麥應該很多人都看過了 因為這已經是很多年的東西了 網路上的開箱應該也很多了啦 所以我就簡單的看一下吧 我大家就挑其中一個頭雕跟我喜歡的動作就好 來了 今天要開主角 直接打開來看吧 那這是今天的兩位主角 然後他們就是小黑工作室出品的 紅髮孩子團系列的第一彈 然後目前是出眼鏡男跟猴子男 目前是第一彈 那我們就來看吧 那一樣包裝不大啦 就是小小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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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快速解剖一下兩個沒有名字的角色 猴子男 這是地台 這是紅髮孩子團的標誌 跟他們的角色的配色 然後後面是工作室的logo跟你的編號 腳裝設計上不太的OK啦 就是勉強還能站穩 那好險這個角色也沒有什麼前後配重的問題 他們總共有兩組的替換手 就是雙手插口袋跟雙手拿槍 這兩個 那我就先用比較順眼的 那這就是紅髮孩子團的猴子男 然後還有他們工作室的金牌 先來說說猴子男 由於在動畫中 紅髮孩子團成員真的露面太少了 所以我這邊不會以還不還原來看待 單純就是以我個人覺得好不好看而已 面雕處理不錯 膚色的漸層跟黑眼圈的呈現 都讓眼神更有殺氣跟霸氣 就算不展現實力 也看得出來不是雜魚角色 背上的猴子不能說到精緻 但也算清楚了 衣服用色和陰影也沒有太大問題 唯一可惜的 還是我個人不太喜歡衣服做平滑質感 地台部分由於沒有名字 所以只用紅髮孩子團的標誌 也算是簡潔有力的呈現了 唯一可惜的就是腳部並沒有鐵裝 只是單純凹槽固定 所以並沒有很穩 只是不倒而已 那這個是墨鏡男的地台 就是有明顯的腳裝了 感覺應該會好 固定方式應該會好一點 哇 其實做得都不錯耶 它是我覺得紅髮團裡面前幾帥的 大家會再帶細節 墨鏡男有雙動作雙頭雕 兩種我都覺得做得不錯 是我少數考慮很久才知道要選什麼的作品 面雕部分也是做得相當帥氣 墨鏡的陰影以及帽子上紅髮標誌的細節都有做出來 整體配色是用淡粉紅色 不會太鮮豔 看起來很舒服 不得不說 雖然衣服是平滑呈現方式 但皺褶跟陰影都沒有馬虎 以站姿八分之一來說 算是相當有水準 可惜的地方一樣是腳裝固定部分 雖然比猴子男好一點 但也不能說到很牢固 總結以出場畫面相當少的角色來說 這兩隻算是做得很不錯了 不管還原度 本身帥氣跟美感都有 玩共鳴的玩家這套也是必收系列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各位的支持就是我開這些冷門的動力 謝謝大家